有请颁奖嘉宾 原卫生部部长 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 原主任高强先生 颁奖主持 李科夫 大家好 我是李科夫 高强先生好 非常高兴能够在这里和大家 相聚在我们清华大学 那么接下来 我们要颁发的奖项 是一个很特别的奖项 它叫做希望之心 Star of Hope 希望是什么呢 我想希望代表的是一种可能 它代表的是一种未来 它代表的是一种美好 所以理所当然的 我们的希望之心 一定会颁发给我们的年轻人 那么高强先生 曾任中国卫生部的部长 所以您对医学领域是非常熟悉的 那么的确 今天我们的希望之心 也来自于医学领域 这一位希望之心的获得者 他有一个非常美丽的名字 他叫兰淑杰 他来自马来西亚 来自马来西亚的一个华裔家庭 他出生在1991年 比我仅仅 小了几岁 小于十岁 OK 兰淑杰和他的团队 在去年 研发出一种新型的聚合物 他现在在墨尔本大学 就读工程生物的博士 那么这一种新型聚合物的 厉害之处在于啊 它可以撕裂 超级细菌的细胞壁 被称为是超级细菌的杀手 所以这一位90后女孩 就被称为是90后的学霸 而且是一位极具杀伤力的90后 虽然说 他的这个成绩听起来 非常具有杀伤力啊 可是他却是一位非常斯文 非常温柔 非常美丽的女孩 那么之前我和他聊了几句 他告诉我 他其实出生在马来西亚 一个非常传统 非常平和的华裔家庭 那么从小 他的父母就对他寄予了厚望 付出了很多心血 其实有时候我在想 是不是就是因为我们华人家庭 对子女这种无微不住的关怀 让他们有更多的专注和精力 去关注其他的人 去关注我们的世界 所以他们才给我们贡献了这一颗 能够为全世界人类的幸福和健康 做出希望的希望之心 那么下面有一个问题啊 高强先生 您作为40后的优秀代表 对于一位90后的优秀代表 获得今天的希望之心 有什么样的感想 要说感想的话 我很高兴能成为 蓝树杰博士的粉丝和忘年教 请得请得 他有着令人羡慕的年龄 但他却选择了一个 与亿万民众的健康和生命安全 密切相关的一个重大的 科技课题 就是从事对消灭和抑制 超级细菌的一种新型药物的研发 并且取得了重大的突破 大家知道 抗生素的发现和发展 有效地遏制了 有毒细菌 对人们的威胁 挽救了千千万万人的生命 被称之为人类最伟大的发明之一 但是随着人类 抗菌素滥用的情况 越来越严重 细菌的耐药性越来越强 抗菌素有效使用的期限越来越短 而且现在已经证明 出现了可以抵御所有抗菌药物的超级细菌 这个细菌没有药物可以战胜它 如果一旦这种细菌流行开来 对人类是一个巨大的灾难 所以蓝博士选择这么一个重大的课题进行研究 体现了我们华人青年的励志高原 他的聪慧才智 以及他不怕困难 勇攀高峰的这种非凡的勇气和毅力 我想送给蓝博士一句话 这句话不是我说的 是现代奥林匹克之父 顾白旦先生讲的 他说 对于人生来说 重要的不是凯旋 而是战斗 我知道在你面前 还有很多艰难险阻 等着你去攀登 也会有很多的成果和鲜花 等着你去摘取 我希望你能够更加努力 朝着你自己的一个宏伟的目标 奋不顾身的去探索 去创新 去研究 我相信诺贝尔生物和医学奖 就在你不远的前面 好 谢谢高堂先生 谢谢大家 我们成功发现抗生素之外的分子 然后能够对超级细菌 有很大的杀伤力 它们对白旦有很多压力 而这会准备了一种 在白旦的病毒 这会导致它 实际上冒犯 我最大愿望就是 能够应用自己的知识 帮助解决一些 非常棘手的问题 杀手太美 踏浪摘星 蓝书节 好 我们在对他这位美貌和智慧并存的蓝博士 有了主观的了解之后 下面有请2016到2017 影响世界华人大奖 希望真心获得者 澳大利亚 墨尔北大学化学工程博士 蓝书节上场 有请高强先生为蓝书节颁奖 恭喜 下面有请蓝书节博士发表感言 谢谢大家 非常谢谢李克布先生 还有高强先生 把这个奖项颁发给我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北京 非常感谢凤凰台 给我这个机会 把这么一个重大的奖项颁发给我 能够站在这舞台上 和世界各地 在各个领域 非常顶尖的华人一起 我觉得非常的荣幸 那身为一位马来西亚的华裔 身为一名在医学 在化学界奋斗的年轻女子 我希望呢 我这份小小的成就能够勉励 在世界各地和我一样 一起努力奋斗 在科研界奋斗的学子们 能够持之以恒 然后一起来为科学文明 为这个社会 为这个世界来做出 一点点贡献 那我实在是有太多人想要感谢 当然首先需要感谢我的父母 感谢他们的养育之恩 我的姐妹 家人 朋友 在澳洲 墨尔本大学的科研团队 特别是我的导师 乔光华教授 和Neal O'Brien Simpson 副教授 还有一直在我身旁默默 给予我支持的好伙伴 最后呢 我要把这个奖项 献给我已经回到天国的父亲 已故兰邦男医生 您是我一直以来能够持之以恒 最大的动力 然后我想要说的就是 愿一切荣耀归于上帝 谢谢 好 谢谢书杰 也再次告 谢谢高强先生 请离步我们第二现场 接受联合主办媒体 北京青年报的访问 谢谢大家